柳明眉头一皱 摩天却对于空间通道的变化丝毫不理会 口中念念有词 张口喷出了一口鲜血 没入笋膜边之内 青色长边之上 立刻浮现出了一丝淡淡的黑光 摩天大喝一声 握住笋膜边的黑色大手 猛然往后拉扯 青色长边一点一点地 被其从空间通道之中拉了出来 当最后一点边围也被拉了出来 空间通道狂颤几下 轰然溃散合拢 消失在了远处 空间通道消失后 虚空之中的一切都恢复了瓶颈 周围弥漫的雾气 也开始缓缓地朝四面八方退去 摩天南眼面上的一丝兴奋 张口喷出一道黑光 摸入笋膜边之内 笋膜边的表面浮现出了一些淡淡的青色斑纹 纤细如丝 闪闪发光 若是细看的话 就会发现 这些青色斑纹 隐隐组成了一些 玄奥的符纹 摩天看着手中的笋膜边 仰天狂笑 神情满是癫狂 赵千颖看着有些蜂魔的摩天 翘脸露出一些异色 走到柳明身旁 正要开口说道 峡谷旁边突然传了一阵巨大的嘶吼之声 原来是那十几头青色摩尸 此刻终于摆脱了十二颗山河珠 幻化的黄色云团 摩尸领至低下 以挣脱束缚 巨大的身形 立刻朝着柳明两人扑了过来 低面传来沉重的脚步之声 柳明眉头一皱 他此刻和没有心思对付这些摩尸 口中念念有词 挥手一招 远处的那土黄色云团猛然一涨 面积顿时扩大了数倍 再次将十二头摩尸笼罩在里面 那四个柳家天象 眼见古摩尸突然发威 互望了一眼 同时化作一道柳光 想要趁乱朝着峡谷外面飞逃而去 柳明豁然转手看了过去 眼中立色一闪 挥手祭出了虚空剑丸 他击杀柳回风 破坏空间通道的消息 自然不能外传 这几个人必须死 不过还没有等他动手 一道青彩边影 从摩天手中 托手飞出 一个闪动之下 就顺一般的到了远处 并随后一分为四的 同时出现在四人的身后 边影一卷 将四人包裹在里面 随即猛然收紧 四人打惊 纷纷寄出法宝 护住全身 不过在青彩边影的面前 四人的法宝一碰 便仿佛鸡蛋一般的碎裂开来 四人被边影一卷 惨叫都没有来得及发出 身体便化作为一盆血雨 连惊魄都没有套出 摩天点了眼头 脸上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神色 随即目光一转 看向被柳鸣困住的十几头摩尸 手中一抖 四道青色边影 和二为一的倒势而回 随之迎风涨大 飞到了山河珠幻化的 黄色云团之内 仿佛一条青色大蟒般的 在云团之中翻滚 砰砰砰 一连串的温响 损磨鞭抽打在了 那十几头摩尸的身上 肉体坚固无比的摩尸 在损磨鞭值下 也仿佛泥捏的一样 被青色边影一碰 便碎裂开来 化为一堆碎肉 几个呼吸之后 十几头骨摩尸 尽数化为了一片肉泥 青色边影一闪地缩了回去 化为了原来的大小 摩天的脸上 喜色更甚 柳鞭眼见此景 单手一挥 土黄色云团一闪地 化为了十二颗山河珠 飞回了他的手中 同时脸上 也微微露出一丝复杂之色 这损磨鞭果然如同摩天所演 是和皇甫世家的 虚摩顶一般的玄灵之宝 威力远在洞天法宝之上 摩天一抖损磨鞭 鞭身绕在了 他的腰上 化为一个青色腰带 脸上的神情 逐渐平静下来 身形一动 从祭坛上空 落了下来 好好好 有了这损磨鞭 我参悟其中女孩的法则之力 实力必然会大尽 日后即便是面对 皇甫雍的虚摩顶 也能够抗抗 摩天哈哈大笑地说道 柳鞭没有说话 不过他也微微点了点头 他之前并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碰到柳家的玄灵之宝 如今摩天掌握了这损磨鞭 若是面对皇甫世家 亦或者是皇甫雍这一等存在 的确算是有了一点对抗的底气 你们想做什么 难道你们想要颠覆中央王朝 赵千尹文言有些惊慌地看了柳鞭和摩天一眼 他隐隐地觉得自己被柳鞭欺骗了 他虽然因为母亲的缘故 和皇甫雍这个父亲关系比较差 不过他还是认为自己是皇甫世家的一份子 颠覆中央王朝 本人还没有那个兴趣 摩天的面上露出了古怪之色 黑黑一笑地说道 赵姑娘你不必担心什么 我和摩天前辈的目的 并非和你们床府世家为敌 倒不如说是魔皇大人 似乎有心要对付我们 我们迫不得已 只好采取一些对策 柳鞭如此说道 小姑娘 你如今应该认出我的身份了吧 摩天看向赵千颖 淡淡一笑地说道 不错 起初我还不大确定 但自从柳鞭被虚摩顶吸收知识发生 加上你身上的气息和我父皇极为相似 我心中自然对此也有些美目了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当年叛离皇甫世家的皇甫天 那个应该才是你真正的姓名吧 赵千颖看了摩天一 摩天摸了摸下巴 眼中闪过了一丝一色 一声手腕一抖 一道绿色边影击视而出 一闪之下便出现在了 黄甫心的头顶 轰击在了他的身体之上 一声闷响 黄甫心的身体一碰就碎了 化为了一团黑色雾气 焚身 糟糕 摩天脸色一正 随即变色道 目光朝着周围看去 峡谷边缘处 一个巨大黑色人影一闪而出 赫然正是黄甫心 他挥动手中的黑色短歌 滑开一道空间缝隙 一闪的没入其中了 消失无踪 糟糕 快追 柳明脸色一变 沉声说道 那黄甫心原本早已经清醒了过来 摩天现在已经暴露 如果让黄甫心将此事禀告了魔皇 恐怕黄甫石家的人 立刻回来追杀他们两人了 来不及了 摩天皱眉说道 柳明眉头大皱 看了摩天一眼 没有说什么 现在我们两个的身份已经暴露 稳魔大陆已经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 只能暂时离开这里了 摩天摇摇头地说道 柳明听闻此言 眉梢一条 随即点了点头 赵千颖听闻摩天此言 娇躯微微一颤 轻轻咬牙 柳明目光一转 看向了赵千颖 叹了口气地说道 赵姑娘 如今的情况 我想你也能够了解 你我的婚约只能够就此作罢吧 虽然并非我的本意 但是我可以说 是你们黄甫石家的敌人 你我之间 原本就不存在什么可能的 原来如此 我现在总算明白 你为何会如此抗拒师尊提出的双修之意了 赵千颖深吸了一口气 美眸有些闪烁地说道 抱歉 如果日后能够和黄甫石家和解 我 我会来找你的 柳明痴疑了一下 喃喃地说道 赵千颖闻言 美眸微微一亮 随即摇头苦笑了一下 黄甫天当年背叛黄甫石家 虽然他对于其中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 不过黄甫天的名字 却是实打实地 被记载了黄甫石家的天杀令之上 但凡天杀令上之人 便是黄甫石家的死敌 天涯海角 不死不休 柳明和摩天关系匪浅 哪里那么容易和黄甫石家和解 另外 有件事情想要拜托你 此次我杀了柳徽丰 破坏柳一的召唤摩尸的计划 也算是为中央盲朝 立下了一件大功了 还请你念在这点功劳之上 能够说动你的父皇 不要对倾家动手 他们对于我们的事情完全一无所知 更没有反叛中央盲朝的意图 柳明随即又想起了一事 对赵千颖拱手行礼礼 缓缓地说道 这个你放心 我会为你做好此事 赵千颖的目光 盈盈地看着柳明 点了点头 那就多谢了 柳明下意识地移开了目光 拱手谢道 走吧 摩天眉头微皱 沉声说了一句 柳明看了赵千颖一眼 身形一动 化作一道黑光 朝着峡谷之外飞顿而去 峡谷周围的白色雾气 随着祭坛上空的空间通道被破坏 已经开始渐渐飘散开来 不过就在柳明和摩天即将飞出峡谷的时候 一遍突生 天空之中 突然浮现出大片的紫色云霞 一阵交织缠绕下 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紫色天幕 将整个峡谷都笼罩在里面 柳明二人的顿光碰到这处天幕 仿佛碰到了一个坚韧无比的软墙 立刻被弹了回来 你哪里也去不了 黄斧天 一个淡漠的声音响起 天空中的紫色天幕之上 人影一闪 一个紫袍中年男子的身影 浮现而出 赫然正是当今魔晃 黄斧庸 柳明脸色大变 忍不住地往后退了一步 目光看向了一旁的摩天 摩天瞳孔一缩 脸上露出一丝狠利神色 不过很快又消失无踪了 目光和黄斧庸直视起来 这么多年没有丝毫生讯 我还以为你已经死在那里了 没想到你竟然还敢回到万魔大陆 不过看你现在的情况 似乎受到了什么致命创伤吧 黄斧庸上下打脸了摩天的半截魔躯一眼 开口说道 有劳你关心了 摩天黑黑地冷笑了几句道 黄斧庸神色一沉 随即目光一转 看向了旁边的柳明 眉梢一抬地说道 你应该不是黄斧庸的后裔吧 现在在你的身上 丝毫感觉不到他的气息 就在此时 一道紫色千影从后方一闪而至 落在了附近 正是赵千影 此女对黄斧庸行立立 开口道 父皇 你 你怎么来了 英儿 你这次做得很好 为我皇斧十佳立下了大功 不过眼下 我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 你姑且站到一旁 黄斧庸威严的脸上 露出了几分慈爱之色 口中如此说道 赵千影有些担忧地看了柳明一眼 目光又看下了黄斧庸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不过还是站在了一旁 黄斧庸目光一凝地 再度转向柳明 原本慈爱之色 早已经荡然无存了 我本是中天大陆的一名人族修士 因为体内融入了一滴之魔之血 才拥有了部分谋人血统 和黄斧十佳并无关系 柳明瞟了赵千影一眼 随即平静地说道 你刚刚和影儿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你能以天象后起的修为 击杀柳回风 破坏了这里的空间通道 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既然你和黄斧天 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只要你现在站在我这边 我可以饶恕你之前的一切罪过 包括见谷之事 我也可以不追究 不仅同意你和影儿完婚 还可以封你为朝中尊者 职位和黄斧鱼破他们相当 如何 黄斧庸淡淡地一笑 说道 赵千影听闻此言 脸上微微一红 转手看向柳明 眼中蕴含了几分期待之色 一旁的摩天 却只是冷笑不语 哦 还有这等好事 魔皇大人 真的能够赦免我之前的罪过吗 柳明听闻此言 脸上没有露出什么喜色 摸了摸下巴 平静地反问道 影儿是我的女儿 让你娶她虽然可以 不过你毕竟是黄斧天的手下 为了确认你的真心 我需要在你身上 留下一道摩心禁止 等你逃日 证明自己的心意之后 我自会把这个禁止撤去 黄斧庸淡淡地说道 语气中充满了不容质疑 柳明有些轻蔑地笑了一下 虽然没有说话 不过意思已经表达明白了 赵千颖翘脸一摆 娇躯似乎摇晃了一下 转手看下了黄斧庸 眼神中的祈求之色 溢于眼表 好 既然你不愿意接受本皇的好意 那我也只能忍痛可爱了 黄斧庸对赵千颖的目光视若无睹 语气一沉地说道 柳明温言双手一扬 身旁黄光一闪 十二颗山河珠浮现而出 将它全身护在里面 感谢收听 摩天机